Annyeong 各位小蜜蜂 大家好 我是Mira 很久不見了 我覺得我實在太久沒有這樣子坐在家裡面跟大家講話了 很想念你們 最近就是比較忙一點點 因為我都要搬家 然後這一陣子我就一直去找房子找了很多間 終於找到了 然後我月底就會搬家了 太好了 等我的家 新家弄好之後呢 我就會給大家看room tour 所以大家要期待囉 然後前幾天我還去了水月山 我去了三天兩夜 那我為什麼去呢 其實它是一個韓國公關政府辦的一個活動 韓國公關公司為什麼會辦這個活動呢 是主要希望外國人多認識一下韓國不同的地方 因為其實大家如果來韓國旅行的話 通常去的除了所有之外 都是去南宜島或者是泉州或者是慶州這些地方嘛 然後其實有很多地方是很漂亮 可是就不太為人知道 Mira呢就很榮幸的可以跟韓國公關公司合作 這一次去了雪月山 還有大家也知道2018年的冬季奧運會 也是在韓國舉辦嘛 韓國的平昌舉辦 那Mira就很幸運 成為了第一批人去參觀比賽的一些場地 然後用具這樣子 現在其實不是全部都蓋好 可是已經有一個大概的樣子 所以就去了參觀 那這一次呢其實韓國公關公司那邊也沒有說我一定要拍影片 所以我大部分都是拍了照片 然後我之後呢就會上傳到Facebook跟Instagram 不過其實我還是有拍一些零碎的片段 然後想說可以給各位小蜜蜂看一下我去過的地方是怎樣 所以現在請看我的影片囉 GO 今天的天氣太好了 終於沒有下雨 大家記得我之前去西珠島的時候 或者是去那個內站山的時候都是下雨嘛 然後現在天氣超級好 可是有點冷 我現在這個衣服啊不太夠 所以我待會要換一個厚的外套 好那我現在就換了一個厚的外套 然後呢現在他們就分隊 然後我們現在要上雪月山囉 其實我覺得我的頭髮啊是蠻明顯的 因為這裡全部人呢頭髮都是黑色 然後剛好他們有派這個帽子 有沒有就是比較低調一點的 好像有耶 哈哈 好了就登山的旅程我都會帶著這個帽子 蠻搭的耶這種衣服 有沒有 哇你看人超多的 跟上次我去內站山的時候 人數差太遠了吧 這些才是楓葉嘛 這麼紅 哇沙拉山這裡原來有一個佛像 跟香港的天壇大佛有點像 超美超美超美 太美了 雪月山太美了 他們身上那個119是可以試下來的 然後他們現在在玩running man 哈哈 很明顯吧 他要偷襲 欸 被發現了 被發現了 哈哈 因為撕完你還得再貼他的腳 哈哈 哈哈 很成功 欸很成功 他偷襲 我還可以撕一下他 你要再試一次嗎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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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拍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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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衣服給你玩 吃得很好玩 他們吃得很好玩 旅行就是要跟這些好玩的朋友一起來 我們現在走了大概半小時有多了吧 然後呢現在走的路呢那個斜坡 是越來越多了 然後走路的感覺越來有點喘氣 而且什麼 你會出現喔 我 啊 哈哈 哈哈 害怕 害怕是不是 然後呢可是呢我們身邊的 紅葉 越來越多了 越來越多了 好啦不知道可能再多走個半小時 就會看到全部的紅葉了吧 不知道 所以我現在已經有了 很辛苦 其實都 是不是很美 可是就是 要拍這種照片的時候 就會大家要小心喔 今天其實是10月29號 然後其實今天的天氣呢 就開始變冷了 所以呢就 注意保暖 然後其實今天看到的紅葉不是很多 那如果是11月大概 第一個或是第二個禮拜的話 應該是最紅的時候 然後當然那個時候呢 天氣也會變得超冷的 所以大家可能要再穿更厚的衣服來囉 那其實雖然說是上山啦 可是走著走著 其實身體不會變得很熱 就是 我穿這個還是覺得有一點點冷 所以大家都注意保暖喔 這裡有一個 許願的一個東西 就是1萬塊買 然後把你的願望寫上 瓦片上面 然後蓋房子的時候呢 你就把瓦片放在你的房子上面 放在這個上面 可是我沒有這種房子啊 那就 算了 我們下山了 然後竟然還有一個 這樣子的牌給我們 頒獎給我們 真的是金嗎 這是很重耶 應該不是金吧 這算是一個蠻有紀念性的一個獎勵吧 你看 是Mabel Road Trip 好了然後現在我們來到了 平昌冬季奧運會的一個 東部體驗館 是一個宣傳的體驗館 就是我身後這裡 三高一級Olympics 是2018年的時候就會開始 然後現在呢 就是這裡 來到這裡的話呢 Olympics的時候可以有什麼 一些項目啊 體驗可以去試試看 這裡呢 就可以體驗這個VR 然後戴上這個呢 就可以體驗化學 我現在戴了喔 好 好 喔 好 喔 喔 好 喔 喔 比賽結束了 举行万圣节派对 然后我是第一次看到真正的火炉诶 你看那个 有没有是木头还是柴 因为不知道 超大的 诶还有这个 我要带 我们今天吃披萨 Cheers 你坐不去啦 自己来玩吧 Cheers 超可爱的 这个是苹果吧 超小颗的 你看 咬了一口的苹果 是苹果诶 真的是苹果 这么小颗的苹果第一次见 谢谢小蜜蜂把这个影片看完 很开心这次可以参加到韩国观光公司举办这个活动 听说他们就是之后一直会有这种活动 然后也很想要Mira帮他们宣传 就是听他们说之后会一直有很多这种 新的地方可以去参观去玩 就是可以让你们看到韩国的另外一面 那希望大家要期待我之后的行程咯 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啦 那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呢 帮我按一个赞 然后分享给你们也是爱韩国的朋友咯 然后最后订阅Mira的频道呢 很快就可以看到我新影片咯 一个礼拜应会上传两到三个影片 那我们在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